第一王国 荷兰的 最大纳林 接下来我们要隆重的来请出红帮选手 今年19岁 身高是172公分 来自中国顺远搏击俱乐部 他的战绩是九胜四负 2013年中国泰拳的冠军 2014年WLF新人王 我们有请来自中国 金英 大家好 我是金英 这是我第一次跟随武林分来到香港 这里是中国香港 我们是正在世界的中国领胜 我是2014年的武林分新人王 让金英获胜 这是我要争夺武林分周期金腰带 这是一场四人战的比赛 我非常喜欢这种残酷的赛制 因为我向往的胜利 所以我做好了春分的准备 我相信我不会跟他擦肩而过 是迅远伏击俱乐部的金英 今年19岁 战绩是九胜四负 两场是KO的 得到2013年中国泰拳冠军 比赛现在开始 非常开启 比赛三局三分钟 场上裁判刘曹旺 比赛三局三分钟 是武林分环球全王争八赛 走进香港的比赛 我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 WF周际金腰带62公斤级的 这个四人战的第二场比赛 是金英对瑞达纳林 来自荷兰的选手 国际王国的选手 金英呢 最近这个风头正进 来自这个顺远国街 2014年的这个WF的新人王 金英在之前的速度很快 但是缺乏力量 最近的力量训练变得多了 我们看刚才的这个连击很不错 对方的身高不如金英高 对方1米69 金英1米72 臂展应该两个人差不多 但是金英最近的状态 是非常的好 对方可能是因为场地的失滑 没关系我们继续 金英前次 金英的前手是速度很快 前后手连接 对方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 场下的边角在 在研究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像是被中击了 但这场比赛让我们感觉 非常的诡异啊 场下的裁判 教练和场上裁判一直在问他 你出了什么问题 好 继续 前四 连续 很漂亮的组合 哎 副步 副步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金英生一场 副尚 TKO 其实有抵挡 我们来解释一下 金英的抵挡 就是裁判认 给这场比赛继续下去 一定会结束 但其实没有结束 利用自己的经验 裁判终结了比赛 那这场比赛 金英胜的真是兵不许任啊 在体能上 相对于四人战的 另一队选手 肯定是比较有优势的 我们恭喜他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裁判是一致裁定 红方技术激倒性 红方TKO 红方迫车 红方是中国 纯远国籍俱乐部的 金英盘记